行车介入器画面 当时这名外送骑士赶着要送单 没想到踩一个右转 突然间整台机车打滑喷飞 骑士也跟着摔坐在地上 莫名其妙就摔车 民众见状也来帮忙大电话报警 周五凌晨一点多 这名翁姓机车外送员 就在台南永康的华新街 终于街口转弯时发生自摔车祸 骑士手臂上大腿上 全都有大片擦措伤 到现在都还贴着纱布 要转弯的时候 我没有注意到地上有一个痕迹 它痕迹其实它看起来像水痕 我也不晓得 然后就骑过去的时候 一转弯整个就滑出去 鱼好像有名 没有也没这样 就是油漬掉它一个刷子 疑似就是路上这一道长达46公尺的油漬痕迹 导致这起意外 警方沿着油漬找到沿路漏油的轿车 远景找上门时 驾驶早就知道自己的车会漏油 还跟自家大楼保全招待 远景找上门时在帮忙通知 外送员为了这一摔 当天的达标奖金费了 还好几天没办法上工 机车也得花上一大笔维修费 而证明汽车驾驶 漏油却不处理 酿成意外 也遭到警方依法开罚 民事室林俊明 台南报道